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新 今天我来到的地方是湖南省怀化市园林县 在我身后的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佛学院龙兴讲寺 一座建筑面积达4100多平方米的大型物购建筑群 他们集唐宋 袁明清建筑文化为一体 是少有的一战式打卡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国标本 现在就跟随小新的镜头一起夜叹龙兴讲寺 共同感受中国古建筑的呼吸吧 龙兴讲寺始建于唐针关二年 公元628年 由唐太宗李世民事件 距今已有1395年的历史 是湖南省现存最古老 规模最宏大 保护最完整的寺庙之一 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龙兴讲寺在历史更迭中经历扩建 损毁 火灾 修复等 形成了今天的火神庙 乾王宫 头山门 大雄宝殿 弥陀阁 普西书院等14座主体建筑组成的占地1.7万平方米的大型木构古建筑群 大雄宝殿的雕花及用色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唐代建筑的仪轨和饭饰 八根硕大的楠木内柱直径达60多厘米 高8.65米 整个建筑无丁无毛 却撑起了391平方米的大殿 龙兴讲寺里最值得骄傲的建筑 大雄宝殿 大家看到这个柱子就是就地取材的 整个大殿你找不到一颗铁钉 悬平缩柱和斗拱来支撑 那么在整个建筑史上 像我们湖南这样子 这个阴雨潮湿的天气 常年阴雨潮湿 它能够屹立千年步道 真的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 古建筑群中重要的文化场所 还有与龙兴讲寺相邻的虎兮书院 相传明正德六年 公元1511年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 文学家 哲学家 和军事家 王耀明自贵州 龙场哲规 到过陈州 在龙兴讲寺讲学约一个月 有学者如此评价王耀明虎兮讲学在历史上的地位 杨明之学 勿于龙场 发端于陈州 畅行于天下 我们刚才的这个修道堂的楼上呢 叫好景楼 它实际上是依据王耀明在龙兴讲寺留的一首诗而命名的 仗迷一过虎兮头 何处僧房 问会修 云起风头 成阁影 灵书弟弟见江流 烟花日暖游海雨 欧陆春贤自满洲 好景同游不同赏 天师还未故人流 从古建筑的保护到文化的弘扬 园林以最大限度激活着这座千年佛学院的文化底蕴 让人们得以通过开展延学等多元化形式 将它真正的文化脉动延续下去 ass be continu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